清源派的穆白真人 由于天下至宝七叶连离奇丢失 穆白真人在人世间找寻数百年 终于在魔教打听到一颗莲子的夏梦 于是他装扮成魔教小弟 拿到了魔教的这颗莲子 接着一掌将魔教的人打得连羊马翻 这时魔教手徒向他攻击而来 很明显他不是穆白真人的对手 就在他准备逃离时 魔教重途全部向他袭击而来 只见穆白真人使出一念花开剑法 当场将这些魔教重途斩杀 此时他感觉到了杀气 原来是魔教教主 两人的功力不分上下 可魔教人多势众 没有办法的穆白真人 只能使用空间法术逃之夭夭 很快他就逃到一片树林 目前他的首要任务 是要把莲子送回清源派 凭借穆白真人的剑法 教主猜出了拿走莲子的人就是他 而在18年前 清源派掌门在山下捡到一名女婴 取名为赵坦坦 每天只是在清源派的后山收租 18年以来都没有学会飞行 此时新淮村的村长找到他 由于他们村里来了一位槐树精 搞得他们肆灵不安 他请赵坦坦除妖 而赵坦坦为了生计 他便收除妖费 我们这儿 可是按时趁收费 谢你啊 只要你收了那个槐树精 这样去 好商量 好商量 随后他就坐着蜈蚣精来到了新淮村 为了自己能扬名立万 他叫雪姨和蜈蚣精一起回去 来到新淮村里 他对一切事物都充满好奇 因为他18年以来 从未下过山 这时一名美男子跑了过来 后面有位富婆强强名男 突然富婆看到了崔辰 立马放弃了逃跑的美男子 崔辰刚想上前理论 不料谈谈跑过来打抱不平 当崔辰看到他的样貌时 顿时想起自己的师妹 为了解决掉眼前的麻烦 他亮出自己的宝剑 使了一招横扫千军 把这群心怀不轨的人吓到 而崔辰看到他这样的招式后 怀疑眼前的女人是自己的师妹 当这群人走后 崔辰目不转睛看着他 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师妹 一百年的辛酸立刻涌上心头 这是师妹给他下的诅咒 可坦坦却把他当成了浪档子 农夫与蛇的故事 我原本只在画板里听 我今天算是见识 我好心救 你却恩将仇报废离我 能不能还在后 坦坦一脸懵 认为他脑子有问题 扭头就想走 却被崔辰拉住了 随后对他说 不行 我不会想你们知道 我真的不记得 坦坦还以为他要了自己 便甩开了他的手 而崔辰为了留住坦坦 他故意装作坦坦伤了自己的胳膊 于是他过来给崔辰看胳膊 殊不知这是崔辰在试探他 竟然是千年难遇的变异龙 还没有灵力 是个羞耻的奇才 你连完的羞辱 我至于连灵力都摸不出来 难道他 此时的坦坦还在不停摸着崔辰 你摸过了吗 听到他的提醒 坦坦才放开了手 为了弥补自己误伤了崔辰 他直接收崔辰为徒 而他为了搞清楚坦坦的真实身份 他便同意了 为了除掉槐树精 他们来到留宅 坦坦为了给徒弟露一手 他准备推开进去 突然槐树精吹了一口臭气 吓得坦坦逃到了崔辰的后面 这时村长请来了两位天鹰公修士 他们先是嘲笑清源派无能 然后一口气飞进了留宅 不料槐树精发出藤脉 直接送他们二人出来了 最后晕了过去 现在轮到坦坦表演了 只见他使出翻墙技术 跳进了危险重重的留宅 而崔辰直接从门走了进来 看来坦坦多此一举 崔辰慢慢跟在他身后 坦坦小心翼向槐树精走去 而槐树精吹了一口臭气 直接把坦坦吹了回去 没有办法的 他只好使出清源派绝招 本以为这招会很厉害 可最后他却忘记了口诀 突然槐树精发出树腾 眼看催沉有危险 坦坦想救他 结果自己却被槐树精掉了起来 偷吃桌子上的玉米 结果他瞬间长大 脸直接贴在了洞口上 便蹲下来 心想吃玉米会变大 那么吃松子肯定就会变小 只见他不管三七二十一 吃了一颗松子 果然 他的身体会逐渐减少 可让赵坦坦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缩小过头了 变成比桌子还小的矮人 他想再吃个玉米试试 可这下够不着了 这时他看到旁边有个门洞 正来惊面狐狸看中催沉的美貌 想让他做自己的女婿 所以才将他抓来的 赵坦坦紧跟狐狸身后 才无意中闯进了山洞 偷吃了狐狸准备好的食物 等狐狸走后 他就把小师妹拿出来放在手上 不管赵坦坦怎么说他们 他们都对赵坦坦爱答不理 这时一名书生走了过来 他愿意助赵坦坦一臂之力 很快他们听到吃饭的声音 吃饭了 当坦坦拿到美食后 发现这些人就像中了魔咒一样 一个个都躺下睡觉 此时催沉听见了动静 他便拉着自己小师妹 睡到了自己的床上 用被子把小师妹藏在里面 这时金面狐狸走了过来 本一擦拭口水 当金面狐狸妹一把狼头 让赵坦坦好好体验一把打地鼠 片刻之后 金面狐狸逃了出来 只见他嘴巴里吐出无数松子 崔晨拿起桌子上的头钟 其料他竟还想着逃跑 来到外面 赵坦坦使出法宝 在仓鼠面前变成一个笼子 崔晨使用法术 将仓鼠惊打了进去 赵坦坦直接飞到笼子上面 练习着跑步运动 瞬间把仓鼠整得不知所措 随后使用轻弓飞了下来 使用手中他招供了一切 原来他绑架书生 只是为了女儿找个好女婿 可赵坦坦并不打算放过他 仓鼠竟为了保密 他遇到大名鼎鼎的金面狐狸 竟是云莱酒楼的老板娘 就在不久之前 赵坦坦在地下捡到一张单子 上面是金面狐狸出现在 云莱镇广场的消息 真是打瞌睡送枕头 得来全部费功夫 晚上他们便来到广场等候 突然一位靓女飞了上来 赵坦坦怀疑她是金面狐狸 听说镇上有人冒充我 以后谁要再敢污蔑我 我定找不了她 都听懂了吗 百姓们一脸懵 而当赵坦坦看见 金面狐狸正在照镜子时 她觉得这个动作好熟悉 底下百姓都求金面狐狸包养自己 这一下子把她激怒了 她认为这些人有手有脚的 居然只想依附一只狐狸狗活 为了让百姓死心 她亮出自己八条尾巴的针身 看着金面狐狸恐怖的表情 吓得百姓四处逃窜 随后她就逃之夭夭 而赵坦坦和崔辰紧跟其后 最后发现 金面狐狸进入了云莱楼 崔辰这才明白 昔日的云莱楼老板 竟是大名鼎鼎的金面狐狸 于是他们闯进金面狐狸的房间 想戳穿她的真实身份 可狐狸怎会承认 于是赵坦坦使用鞭子 拿走了她手中的镜子 接着崔辰施法 挡住了金面狐狸 此时外面有一群书生 希望金面狐狸能够接纳他们 从此过上吃软饭的生活 他们从晚上打到白天 只见金面狐狸亮出八条尾巴 向崔辰发起了攻击 最后她被金面狐狸的尾巴缠住 而赵坦坦站在高处 也被她的尾巴缠住 崔辰砍断了一条尾巴 随后使出一面花开剑法 上前一击中伤了金面狐狸 事后赵坦坦才知道 原来她是一名好妖 看云莱楼如此的高调 开餐厅做宣传 只是希望所爱的人来找自己 赵坦坦便施法松开了捆先生 然后把镜子还给了她 放金面狐狸离开了 这金面狐狸的事情也了 他们现在首要任务 是要找到清源派的 正派之宝企业莲子 第二天一早 等赵坦坦和崔辰 从云莱楼出来后 却看见想吃软饭的一群书生 早已逃之夭夭 突然笼子里有动静 原来里面有个书生还没有离开 赵坦坦发现这里的饭店不是吃饭 而是豪华客栈休息的地方 这里的酒楼 竟是男人的天堂快活的地方 赵坦坦听见老宝在这里上班 能赚大钱 他被老宝忽悠地在这里上班 可由于酒量太大 直接将这群男人喝得人养马翻 突然男人拉掉了赵坦坦身上的外套 他顿时看中了坦坦的身子 那两倍鹅妖关在了笼子里 由于笼子是千年玄铁制成 所以他们的灵力使不上进 木白真人想用灵力在地面震出一条道 可怕重伤了师妹 这时赵坦坦灵机一动 只见他随手变出一把锯子 然后不停地聚千年玄铁 可始终徒劳无功 修真人是犹犹豫豫豫时 鼓里面出现一颗金丹 鹅妖却说这是莲子 不管木白真人怎么解释 可这些修真人是并不相信木白真人 就在他们准备攻向木白真人时 鼓上面的结界开了 飞进了结界中 修真人也想去 结果被结界弹了回来 所以白真人嗅到莲子在山洞里 真是踏破铁鞋无匿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突然水里有反应 周围不停地震动 原来是一只巨大的金铲 于是他给大蛤蟆吃了金丹 然后两人奋力将大蛤蟆的皮拉了出来 大蛤蟆师兄在最后一刻 将师妹甩了出去 最终师妹是出来了 而木白真人关在了里面 大蛤蟆还在喷着毒气 师妹便出一把大锅 直接盖住了鹅妖 师兄拿到了莲子 大蛤蟆在天书里发现 有一颗莲子在穷花门 于是三人来到门派 此时穷花门在举办姻缘大会 最后发现报名费非常高 崔臣怀疑穷花门库房里有莲子 他们便偷偷躲在暗处 只见穷花门管家走到中间 然后打开手中的宝器 按照上面的八卦 瞬间找到宝库入口 师兄妹一脸懵 管家带着金银珠宝进入了宝库中 而让木白真人猜中的是 宝库里果然有莲子 等管家出来后 赵坦坦带着师兄来到此处 突然他的头撞到了一堵墙 我刚好你撞到了一堵墙 帮你游一下 不用不用不用 等他再去尝试时 发现这堵墙不见了 为了搞清楚宝库的地方 他们再等到他们都进去后 师兄妹便来到此处 发现入口不见了 看来宝库的位置是会随机变换的 师兄怀疑是管家通过手上的宝器 来找到大门的位置 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们过来参加姻缘大会 可在姻缘顶中 居然抽到赵坦坦和秋月白 他们便从球签处跑了过来 师兄潜入管家的房间 拿走了宝器来到了进入宝库大门口 可最后发现 他们虽然拿着宝器 但还是找不到宝库大门 眼瞅着不行 这时师兄看到天上的太阳 又看了看自己脚下的中心点 师兄立刻瞄懂 因为管家两次来到这 都是站在同一个位置 而且面朝南方 接着他让师妹站在这里 果然 门真的打开了 随后他们走了进去 赵坦坦坦 可掌门却同意给木白真人一天的时间 之后他在地下 发现有金粉的痕迹 而且地下有一颗宝石 拿回来给大蛤蟆看时 才知道这是黄金粉末 当赵坦坦意外把宝石扔在火炉旁 突然闻到一股酸酸的味道 赵坦坦坦怀疑 管家就是柠檬精 便当着柠檬精的面 说自己找到了偷到黄金的凶手 而人对掌门表白 却惨遭拒绝 他只能躲在宝库里独自哭泣 结果他的泪水滴到万族黄金里 瞬间融化了黄金 不出片刻功夫 黄金变成了一滩金水 赵坦坦又闻到了酸酸的味道 大蛤蟆告诉他 只有柠檬精的眼泪 才能融化世间一切金银之物 木白真人怀疑他就是柠檬精 便让赵坦坦故意在柠檬精面前 透露自己找到了有利的证据 心虚的柠檬精来到宝库 处理了地下的一点金粉 结果被他们当场抓住 偏偏让他失望 如今骤坦是柠檬精的身份曝光 师兄弟很是不满 而掌门却原谅了他 之后掌门得知 木白真人是为了寻找莲子 而掌门知道七叶莲的莲子 本来就是清元派的宝物理应归还 所以在木白真人来之前 自己已经令徒弟们去取了 多谢祖掌门 这时徒弟来报 他们宝库里的莲子不降 随后他们感受到非常浓烈的莲子气息 这时骤坦走了过来 他表示不是自己拿的 可是兄弟才不会这么认为 因为莲子只有对今天 赵坦坦拿着签很是郁闷 他想知道自己的真命天子是谁 却被柠檬精一眼看出 柠檬精便让赵坦坦找掌门解签 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名 露是白露节气的意思 而白露节气是秋天 赵坦花门的掌门告诉赵坦坦 他的天命之人是木白真人 赵坦坦害羞地躲到了被子中 这时小师弟告诉柠檬精 掌门请他们过去一下 原来是露依死了 是在云莲镇找到的 在身上发现了装莲子的盒子 赵坦坦坦怀疑露依的死和胡梦有关 可掌门在他身上看到 露依头上致命法术来自穷花门 这么说穷花门出现了叛徒 看来只能找到胡梦才有答案了 说得有道理 大后他们喝了一杯茶水后 顿时就晕了过去 只有他们三人是清醒的 原来这群人是秋月白的手下 表面上是抢莲子 白真人上前与他们搏斗 可这些人并不是木白真人的对手 秋月白很是生气 他叫莫言用一盏茶的功夫打开 否则就叫他去死 这时大蛤蟆醒了过来 秋他们全部就醒了 可秋月白很是担心 大叔醒会被斩床的呢 梦本是幸福的一家四口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两个神秘人坐雪阴而来 而他父亲在床上感觉到了杀气 他们便来到外面查看 发现有两人气势汹汹盘旋在上空 神秘人用自己的秘术 将他们三人全部击倒在地 他们的惨叫声 让房间里的两个儿子听见 母亲只好让两个儿子在房间等着他 自己去去就会 可小儿子青石就是要娘 却被雪阴拉住 母亲让狮子带着雪阴和青石走 而莫阳琛找他的妹妹 是想知道怎么激活太古血脉 但他知道妹妹的太古血脉已经用尽 大姐被狮子叔叔拦住 因为外面实在是太危险了 雪阴担心他父母 这时莫阳琛却不讲武德 竟使用魔族法术 眼看父亲和母亲支撑不住 雪阴却来到了破心弩旁 他用自己的天生神力 竟拉开了破心弩 还好雪阴相安无事 莫阳琛知道他是妹妹的儿子 他怀疑雪阴身上有太古血脉 便准备上前抓活 却被父亲一把拉住他的脚 是想激发他体内的斗气 可始终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直到他把院子里的枪全部练断 他们便进场 来到一家商店 雪阴一眼相中了一把枪 可这枪实在是太贵 雪阴买不起 这时外面一只生锈的枪有灵性 当场弄出了动静 雪阴扭头看去 一眼就相中了这把秀气斑斑的枪 他耍了几下 不过还别说挺顺手的 就知道你是把好枪 有了这把神枪 他便追了过去 在半路 他们撞见了一群魔人 于是雪阴便躲了起来 突然所有魔人将他团团围住 这时人蛇叔看到吹笛子人 雪阴知道 他不是葛冰的对手 这就是流星级斗气 受死吧 当所有人攻向雪阴时 以后使出寒霜树 而葛冰想用斗气挣脱 直话不说 就与他们打了起来 于静秋召唤出法宝 再用法术将他们定在原地 就等雪阴知道人一旦碰到下面的水 就会变成魔人 他便带着兄弟离开了 然后将此事告诉给了灰袍 这时灰袍收到大魔会的信息 让他带着魔人赶紧离开这里 而于静秋用碧水咒带着雪阴来到湖底 魔人瞬间就找不到他们了 这时灰袍吹响了笛子 他们身边的魔人 全部向灰袍走去 为了找到母亲 而这次查找魔人是一次机会 他和于静秋在龙坛里 发现了一个山洞 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魔人 而葛冰还在山洞里 为丢失的海洋戒石发愁 这一幕刚好被雪阴他们看见 突然魔人发狂向他们攻去 此时于静秋的魔毒发作 当他们准备要离开时 却被葛冰拦住了去路 他怀疑海洋戒石是雪阴拿走的 于是二话不说就与葛冰打了起来 虽然雪阴毫无斗气 但他凭借手中的飞雪神枪将葛冰击退 幸好魔人灰袍及时赶到 当他们出来后 湖水已经将山洞淹没 于静秋拿出海洋戒石 长风骑士立即用法术测试 你若坐 我必已形成了 为了抓住葛冰 雪阴便和众门派合作 长风骑士将雪阴带到水源道观 于静秋为了帮助雪阴 他和雪阴来到了雪阴城 当魔化的葛冰看到告示后 他决定去撕了东坡雪阴 拿回海洋戒石 男人明明是个废柴 却在商店外发现 一把灵性秀迹斑斑的枪 于是他用一块钱买下 经过 为了找到海洋戒石 他吃下了大祭司的魔药 把自己变成了一具魔忍 如今他知道海洋戒石在雪阴手中 御兵痛恨雪阴他们 因为都是他们拿走了海洋戒石 自己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于是他率领弯刀盟的人 和雪阴城的人打了起来 而雪阴还在吸收天地日月精华 他终于爆发了 竟然从普通的骑士的天地人三个阶段 直接跳到了流星级 此时葛冰将弟弟和人蛇击倒在地 狮子叔叔想去帮忙 结果也被葛冰击飞在地 海 于是他施展法术 雪阴的母亲就在其中 原来他母亲被关在墨阳城的秘密修炼行宫 这是在哪儿 楼主到了家 为了不让自己的弟弟冒险 他便向弟弟撒谎 说楼主没有告诉母亲的位置 晚上他在地图上找到了雷朝牙的位置 这时蛇人叔叔走了进来 体调有好处 马上就喝了起来 当人蛇叔叔走后 他来到客房 看了一眼自经女神于静秋 自己独自前往雷朝牙救母亲 十年前 男孩父亲被舅舅所杀 五十年后 长大后的他斗气全无 意外在商店买下了飞雪神枪 经过长时间的磨合 这把飞雪神枪竟让雪阴斗气爆发 楼主那里得知 他母亲现在被关在雷朝牙 于是他单枪匹马 来到雷朝牙救母亲 而人蛇叔叔过来找雪阴 发现地图上有雪阴标识的雷朝牙 他怀疑雪阴一定去救夫人去了 于是两人赶去雷朝牙救人 此时墨阳城在秘密修炼雷电之术 这时他发现一面兵门 而他母亲就在里面 母亲看着兵外面的背影 他怀疑外面是自己的儿子雪阴 当他看到母亲时 十年的辛酸涌上心头 他已把抱住母亲八十年的老寒腰 随后两人慢慢叙旧 当性轻而易举 将母亲的兵链砍断 雪阴斗为妖邪 要他妹妹教自己觉醒太古血脉 母亲为了救自己儿子 他将雪阴放在地下 然后使用太古血脉 将雪阳救母亲 结果发现现在的自己 还不是舅舅的对手 还是他醒来后 为了救母亲 他拼了命练习枪法 最后发现还是没能突破三阶枪法 雪阴决定去长风学院 而由于雪阴抓了魔人葛冰名声大阵 孔家带着女儿过来相亲 孔家将女儿放在雪氏堡里住一段时间 让他们先相处相处 可雪阴告诉他 自己要去长风学院修行 而雪阴和灰袍是同伙 雪阴为了自证青睐 他只好和长风骑士一起来水源道观 修阳便在掌门面前 一直自证青白 他向掌门提议 自己愿意在水源道观 找出魔族系组 之后他将所有子弟 叫在大堂背后的人是谁 只因魔人给修阳下了誓言咒 所以他当场自尽 而沐语当场跪下 为了调出魔人 他先是让师兄弟们 将修阳是魔族系组 故意说给葛冰听 在月黑风高的晚上 葛冰身旁的结界消失 这可使用魔器将牢房击碎 接着一招将师弟击晕 然后就从里面逃了出来 灰袍想攻击他 发现有援军 便逃之夭夭 很快将此事告诉给了众掌门 众掌门见状 便立即过来稳固裂风 由于司马家看管不力 魔族在神魔警中 放出了不少深渊恶魔 众掌门商议 让司马家永远助手神魔警 袍身受重伤 他在血刃酒馆的药房 拿了一瓶紫浴丹 此时众掌门已经来到血刃酒馆 雪莹加入了长风学院 他的体内斗气聚增 于静秋练的水系法术 已经出神入化 而雪莹不停地练习枪法 这时司徒兄找雪莹比试 并教雪莹自己练习武艺的经验 说枪不是自己手中 而是在心中 司徒兄让雪莹试试 让他不要去想口诀 把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感受上 这样才能做到人枪合一 此后雪莹的枪法与时俱进 这天龙山国举行兵器会 雪莹和于静秋散步 他无意间通过望远镜看到 魔族人冒充百姓混进了龙山国 他叫司徒兄在这里等会 自己去去救回 可司徒兄觉得发生了什么事 便带着弟弟过去查看 发现大批魔人正在进入传送阵 两人冲了出来 打算抓个魔人问问情况 可雪莹被魔人吸进了传送阵中 这一幕被于静秋看见 这时司徒兄赶来 雪莹意外进入了魔族的传送阵 现在不知道去了哪里 司徒兄知道雪莹一定就在附近 便叫于静秋在附近仔细找找 这时雪莹传到了某个地方 魔人却消失不见 此时他听到笛子的声音 于是顺着声音 找到了灰袍在控制魔人 而灰袍瞬间疼痛男人 回到分舵 他就将自己眼睛割了下来 可雪莹睡在了一片树林 刚好被于静秋他们发现 几人便给雪莹疗伤 当雪莹醒后 便将于静秋在雪莹旁设置了结界 两人就在树林里休息了一晚 随后他们与孔幽约会合 雪莹为了给自己疗伤 他们去了十几家商店买员时 发现都被人洗劫一空 老板 卢家宝 雪莹为了搞清楚 卢家宝是否和魔人勾结 他们便冒充 莫阳琛的炼金术室来建宝主 而司徒兄在树林里被魔族人围攻 看来他们可能九死一生 雪莹来到大殿 一名优越利用透颜法术 发现阴爪上有情况 于是他扭动阴爪 按门缓缓打开 他们便进来查看 发现宝主果然和魔人勾结 突然莹立救出母亲 他必须成为超凡 才能与舅舅抗衡 于是他加入长风学院 经过日夜与司徒兄对练 终于练成了悬兵枪法 雪莹就用这一招将灰袍击倒 再次用飞雪神枪击倒在地 当雪莹上前准备废了他时 灰袍回到总舵 他告诉二祭司 十万元石已经被长风骑士夺走 没了十万元石 魔族将没有力量打开神魔警 为了拿回十万元石 二祭司威胁莫阳琛 我给你十日 给我练十剑血练神兵 血练神兵可不是一般的武器 时间这么短 这恐怕 你若练不成也可以 那墨阳宝主 一直以来修炼的那半本 魔神匿集 就会成为凡事之力 到时候会耗尽你毕生的修了 不妥吧 没办法 他只好来到自家作坊 让术士在炼丹炉里练血练神兵 可血练神兵必须用太古血脉才能练成 这样是我就可以在十日内练成血练神兵 我还不行 血练神兵柔和了大量的血练师 太古血脉虽然内力强大 还一滴不足以完成血练神兵的炼制 一滴不够 那就取更多的太古血脉 当太古血脉进入炼丹炉中 炼丹炉顿士快炸开了锅 而血鹰的母亲知道 他哥哥是帮魔族人炼血练神兵 于是他觉醒太古血脉 只见他慢慢飞向天空 他想毁掉这一切 当术士看到他妹妹发怒了 便逃之夭夭 哥哥想去阻止他 结果为时一晚 二祭司抢取了小溪神使 知道了海神宫 竟有一颗稀有原始 小溪幸福地死在长风骑士怀中 这让长风骑士一夜白了头 当众掌门在祭奠小溪时 灰袍带着魔人 手拿血刃神兵 杀进了海神宫 拿走了稀有原始 海神宫掌门感应到魔人来犯 这胆敢犯我海神宫 我们一起去杀光他们 此仇 事不为人 随后一起消失在空中 来到了海神宫 当灰袍看到后 便逃之夭夭 雪英和静秋追了过去 而长风骑士将六灵扇 变成一把长剑 他大杀四方 为女朋友报仇 尽情发泄着仇恨 灰袍逃到黑风崖边 雪英和静秋紧追不舍 灰袍发现前面是万丈深渊 便强行上前与雪英他们打了起来 静秋控制了他的兵刃 雪英用飞雪神枪将他击飞 灰袍深深吐了一口磨血 不料他却不讲武德 只见他身上冒着黑烟 再次顾忌虫尸 变成了一只怪兽 雪英和静秋只能放手一搏 没想到灰袍变成怪兽实力大增 竟然和他们打成了平手 这时众掌门赶到 雪英高兴不已 奇料 他们三人一起掉进了黑风崖 雪英为了救女神 他竟用飞雪神枪将静秋送上了岸 在掉落的过程中 雪英一枪杀了灰袍 而他自己却掉进了黑风崖 静秋在岸上伤心不已 突然死去的魔人醒来 上前和海神宫的人同归于静 魔人变成了血刃神兵 掌门得知消息后 立即过去查看 留下静秋在崖边独自哭泣 而雪英掉进黑风崖不但没死 还遇到了一段奇缘 只见腾曼将他拉了起来 将他悬挂在半空中 帮他治疗体内斗气 无意间激发了他体内的太补血脉 大家找了三天三夜 他在藏书阁找到了进黑风崖的方法 莲花神斩欲飓风 可变成莲花中散开 对冲起来 静秋坐着莲花神斩来到了黑风崖谷底 看见雪英悬挂在空中 便马不停蹄飞了过来 用法术击退了这些怪怪的藤蔓 一把抱住雪英 等他醒来后 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静秋 是你吗 是 便一口亲了上去 将自己的初吻给了初恋 这要是真的就好 那你是不是经常梦到于静秋啊 第一次 那这不算第一次 为什么不是第一次 雪英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静秋掐了一下他 雪英这才知道 这不是梦 而是真实的 还活着 我们还在一起 之后两人在黑风崖下过上了幸福生活 雪英施展法术想离开这里 可最后发现这里空间非常大 想要离开黑风崖谷底并非容易之事 就在他们摘野果解决温饱时 雪英听见了声音 便来到附近查看 发现有两名神秘人 不知道嘀嘀咕咕说什么 等神秘人走后 两人便来到附近查看 发现神秘人已经消失不见 静秋觉得这里一定有结界 他们准备在这里守住戴土 而斯伯荣被魔人抓住 被大祭司炼成了魔人 你们是谁 我 我 这边又有两位神秘人打开了结界 静秋用法术 将他们二人定在了原地 自己从里面走了进来 来者何人 晚辈东伯雪英 我们误坠着黑风牙底 请问前辈 如何才能从这里上 奇料前辈飞了过来 与雪英打了起来 他测试了一下雪英的大动脉 然后一掌将雪英击退 他知道雪英没有超凡斗气 便给了他一本火系修炼秘籍 并告诉他 只要炼成了这本书 就能离开黑风牙 说完就离开了 此后雪英一直在修炼这本秘籍 而让雪英不知道的是 刚刚那个人就是魔族的大祭司 给他火系秘籍 是想试探雪英有没有太古血脉 如果有 凭雪英现在的功力修炼这本火系秘籍 就如同烈火交友 稍不留神就会灰飞烟灭 男人被魔人打下悬崖 可他不但没死 反而遇到了一份机缘 帮助他成为超凡生命体 黑风牙谷底下的藤蔓给他治疗伤口 意外帮他开启了太古血脉 这时于静秋乘坐莲花神展 不顾一切来到黑风牙 终于找到了一中人雪英 他们在谷底发现一座秘密神宫 在这里他们遇到一位神秘人 并送给他一本火系秘籍 只有炼成此书 就能从黑风牙出去 雪英猜测 刚刚他的能力肯定在超凡之上 于是雪英拼命地钻研这本火系秘籍 希望能早日炼成 成为超凡生命体 带着于静秋离开黑风牙 而让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个神秘人就是魔族的大祭司 他知道雪英现在的功力不足 如果有太古血脉练的此书 肯定会暴毙而亡 第二天雪英过来找神秘人 只因他练火系法术 有些地方不明白 便向神秘人讨教 神秘人叫雪英 将昨天练的成果给自己看 他看得出 雪英一晚上能练成这样 已经相当难得 为了巩固他们魔族一统天下 他便向雪英撒谎 说他以这样的速度 想要成为超凡难如登天 不过也不是毫无办法 因为这里是黑风神宫 能助人成为超凡甚至半神的力量 可于静秋之道 世上没有不要钱的买卖 而神秘人的要求很简单 只要雪英他们效忠自己 听从他黑风神宫的一切命令 可被雪英直接拒绝了 因为他效忠的只有自己本心 没错 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也罢 接着两人便离开了 可神秘人知道 他们会来找自己的 晚上 等于静秋睡着后 雪英从高处飞下 独自来找神秘人 说他愿意留下来 但他要求神秘人 把于静秋安全送出去 神秘人为了魔族能增强力量 当场就同意了 并叫下人带雪英下去休息 当于静秋醒来后 发现雪英不在自己身边 他猜测雪英估计又去练功了 他便来找神秘人 说只要能让雪英离开 自己愿意留下来效力 神秘人便当场同意了 然后叫下人将于静秋带去休息 然后下令 叫下人一定要看住他们二人 一个也不能放走 这边一个魔人来找雪英 但他哑巴说不出话 这时两名神秘人将他带走 他赶忙来到外面查看 神秘人却对他说 一个不服管教的逃兵而已 抓回去定会好好管教 你好好休息 明天我给你准备的一份大便 此时雪英思绪万千 殊不知刚刚的魔人 是自己的同学斯伯荣 雪英在密室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他扔下火星秘笈 偷偷溜了出去 在一个拐角碰到了于静秋 雪英这才知道 幸好他们遇见 否则他们都被神秘人骗了 这时神秘人找到了他们 知道自己的计谋漏泄了 便叫魔人向他们攻去 他们边打边逃 神秘人一掌击中了雪英 于静秋见状 便施法形成一道屏障 拦住魔人去路 然后趁机逃离 可一下就被神秘人击碎 随后雪英带着于静秋逃跑 发现前面无路可走 后面又有追兵 他持雪英醒来 天空出现了异样 长风骑士知道 这是超凡诞生的征兆 只可惜雪英已经不在了 而于静秋将雪英带到长风学院 长风骑士立即给他疗伤 于静秋告诉大家 雪一个不起眼的伤口 具体怎么回事 于静秋也说不清楚 等雪英醒后 发现他体内的痘气竟然控制不住 他还以为刚刚成为超凡内力不稳 这时于静秋带着众掌门来看看 还是普通的暗器 不过雪英的内力倒是增强了不少 水源道贯掌门见状 便给雪英疗伤 随后水源道贯掌门告诉大家 他怀疑黑风神宫和魔族人有关 于是雪英带着元老们来到黑风神宫 可这里的魔人早就人去楼空 丝水英得知丝伯荣关在了这里 他这才知道 那天晚上有个黑甲骑士来找自己是丝伯荣 随悉的妹妹发现 上面冲骑士觉得这是一条重要线索 于是他们来到龙山楼打听情况 当楼主看到这条裂缝后 立刻知道他是被修行者内力撕开的 我告诉大家 或许还有一位 谁 那就是白元之 而这白元之正是水源道贯掌门的师兄 也是雪英弟弟心拜的师父 魔族魔族三济寺竟然是姬荣 而青石正好爱慕自己 他便凭借这次机会 光明正大的去雪英宝 这时雪英带着掌门来找弟弟 当青石看到他的哥哥还活着 高兴的像小孩一样抱住了他 而众掌门正好趁此机会 向白元之打听黑风牙底巨大裂痕的事情 其料白元之嫌弃他们不懂礼数 就当场拒绝了回答 这时很大神功掌门为了能破阵 便不停用法术击打阵眼 也只能勉强看到外面的影像 可太书公根本就不信邪 他不相信凭自己的法令 竟然打不开一个小小的结解 于是他拼了命击打阵眼 这时雪英叫太书公停手 因为他猜测阵眼不止一处 于书公只好将他关了起来 可他们怎么问都问不出所以然来 司徒红剑来硬的不行 便找到白元之来软的 司徒天雪英回到城中 而姬又再也没有了这种感觉 所以雪英决定要参加超凡试炼 若能通过考核 就能成为超凡 再去救自己的母亲 这都被姬荣听在耳里 而刚好被于静秋看见 他询问姬荣在找什么 可姬荣紧张地说自己在找耳环 可耳环明明在自己耳朵上 当姬荣走后 于静秋对他产生了怀疑 这是一场超凡试炼 只要将斗气输入中里 钟声响起才有资格参加试炼 他是长风学院的师兄 只能都惊呆了 师兄竟然有这么强的斗气 接着轮到司徒红 只见他将斗气输入里面 再去往灵箭的路上 他们遭遇灵鸟的攻击 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 魔族的二纪司竟然也在这里 只因他以小夕的内担威胁长风骑士 只要长风骑士放自己进来 二纪司才肯把小夕内担给他 这是二纪司叫三名魔人 去启动魔族法阵 外面的影像瞬间消失 水源道灌掌门还以为投影坏了 便叫长风骑士赶紧修复 而此时天上出现黑烟 把他们身上的黑烟打散 他们的意识才清醒过来 这是一团黑烟击中轻蚀 雪鹰赶忙过去保护 结果越猜测 这么强的阵法 操控者肯定就在附近 于是他用法术 找到了操控者位置 我看到了 那边有没有消风法症 而长风骑士剑修复不了投影 便自己亲自去看看 这边雪鹰找到了三名魔人 从雪鹰中了魔族至宝洗髓丁 他感觉体内再也没有了非凡斗气 直到超凡试炼这天 学鹰为雪鹰点赞 司徒红跑了过来 告诉大家师兄死了 当没有办法的雪鹰 只好丢下师兄去拔零件 之后师兄就死在了这里 可长风骑士根本就不会听 雪鹰的片面之词 便 司徒红你真是丧心病狂 而魔族二祭司找到长风骑士 他用小戏的内担威胁 让长风骑士交出雪鹰 并告诉长风骑士 徐静秋再次找到雪鹰 他让雪鹰出去找洗脱罪名 这锁怎么办 这个容易 雪鹰直接用法术打开了这把锁 然后他和弟弟换衣服 这时司徒红走了进来 于静秋嗅觉到了他的气息 雪鹰赶紧叫弟弟去床上 然后施展法术将锁恢复了原样 于静秋施展法术 直接一开书柜 当司徒红来到牢房前 殊不知雪鹰就躲在书柜后面 而睡在床上的是雪鹰的弟弟 他检查了一下这把锁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便离开了 接着雪鹰打开门 带着于静秋他们离开了 走之前还不忘把牢房的锁恢复原样 他们再次来到超凡失恋的地方 而孔幽月在地下发现了魔族面具 当于静秋和雪鹰赶到后 发现地下有一具尸体 搬开石头查看 发现此人竟是斯伯荣 而且还重魔毒 这下可以洗清雪鹰杀害师兄的嫌疑 这不是斯伯荣吗 确实是斯伯荣 狂风骑士为了取出雪鹰身体上的洗髓钉 他拿出了自己珍藏的女儿活 将自己的血缘全部灌醉 随后吃下二祭祀给的丹药 手掌出现魔器 再用自己的血作为药引 直接打向雪鹰 而长风骑士这么做的目的 是想把洗髓钉转移到自己身上 以此来保护雪鹰的性命 之后长风骑士想用法术逼出洗髓钉 可始终是一无所获 第二天 冷雪鹰醒后 他感觉浮阳波还以为是院长的美酒 而现在雪鹰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带着于静秋来到墨阳堡 蒲阳波用灵波微布跑到他们面前 然后故意将所有的侍卫全部引开 让雪鹰他们根本就拦不住雪鹰 母亲看到雪鹰高兴不已 还带走了自己母亲 雪鹰看了一眼自己母亲 可他已经逃离 雪鹰这才知道 舅舅竟然和魔族有勾结 孔悠月在地下发现了一颗宝石 当于静秋看到后 他想起这个东西 自己曾经在新火宫见过 雪鹰终于成为了超凡 第一件事就自己母亲 凭借着超凡斗气 终于将舅舅打败 可最终还是敌不过大祭司 被他把舅舅和母亲带走了 而大祭司掉落了一颗宝石 于静秋一眼就认出 这是新火宫之物 他们怀疑新火宫和魔族有勾结 雪鹰为了救出母亲 他加入了水源道观的超凡组织 然后请司空观主 帮自己加入新火宫 可因带着过来尝试 这是元老们设计的考核结 只要将斗气注入进去 再让斗气冲破结结的阻力 打开结结大门 就可以进入百战密室 雪鹰为了救出母亲 他也是拼了 只见他把所有的斗气注入在里面 可到了结界跟前 却受到了阻力 于是洪看着弟弟的葬礼 他很是自责 因为姑姑从小就喜欢弟弟 从未对自己有过关心 莫阳琛愿意用其他秘书和他交换 绝无可 而这秘书可以让司徒洪的斗气提高十倍 司徒洪当场就心动了 他看着司家门牌 心里暗暗发誓 自己一定要超越雪鹰 晚上 他偷偷溜进了姑姑房间 想拿走司家的顿空树 秘书注入了司徒洪体内 他顿时感觉体内大爆发 祭司把长风骑士带到了雪鹰里 他要用长风骑士的力量打通神魔井 放出他们效忠的大魔神 长风骑士却蒙在鼓里 谁能想到 一个柔弱的女子 并下跪表示司家忠烈 元老们只好姑且相信了司徒洪 而姬荣为了魔族计划 便在街上主持联欢会 好让雪鹰里的兄弟分散注意力 魔族二祭司带着长风骑士来到坟种 他用纪容交给自己的暗道钥匙 打开了东伯列粉种的大门 接着把法杖放在中间 施展魔族秘书 想打开神魔井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愿 他们找到了神魔井 而接下来就看长风骑士了 虽然长风骑士不知道他要干嘛 但知道魔族肯定做了对下族不好的事情 希望元老们过去帮忙护住雪鹰里子民 可遭到太叔公的拒绝 因为他认为有诈 现在南晴这边已经和魔人交上手了 他们担心神魔井被攻破 说什么都不愿意离开这里 现在雪鹰岭危在旦夕 于静秋觉得我们不能依靠元老们 他有气还在不断增加 长风骑士想上前阻止 结果被二纪斯拦住 看在你为我魔族做了那么多的份上 昨天 就邀请你跟我一同心神 这个万别圣事 一起跟我当魔神 人蛇叔叔知道神魔井被打开了 此时恶魔全部从里面跑了出来 长风骑士准备上前阻止 结果被二纪斯一掌击飞 长风骑士的六灵剑 从斯加飞了出去 这时雪鹰岭已经被魔器整得天翻地覆 元老们这才知道 神魔井被魔族打开了 经过七七二十八分钟后 里面飞出一幅棺材 而里面装的正是大魔神的肉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